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受到了危机感 在商与付出之后他仍然受限 于时间的限制 长军12分6篮板的表现固然是差强人意 但是等到他完全商与之后 恐怕在球队地位方面的微妙变化 他本人应该也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上赛季海尔特人队赛圈上海沃德和欧文两大全明星的情况下 依然打进了东部决赛 并且一度三个二拿到赛点 最终在抢七大战中 以八分的烈士七败 这大大提升了塔图姆 布朗这两个年轻人已经获福德 罗奇尔 贝恩斯 司马特和莫里斯这些角色球员的信心 如果欧文和海沃德不能够迅速找到状态重回正毁 恐怕他们在凯尔特人队的地位真的会逐渐下滑 直到塔图姆和布朗两个年轻人真正枪班夺权